中国两会即将召开 外界普遍预期 当局将宣布 5%左右或以上的GDP目标 但专家认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 已经回不去了 中国的经济是在社会上升 他希望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有更好的中心计划 我认为这会有效 如果这会有效 你会看到 它会继续跌入 经济从土地下降 从2018年开始 其实每年都会有1%的降幅 要回到快速增长 或是过去的高速增长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态势 我个人觉得是几率是非常低的 尽管中共官方公布的制造业 采购经济人指数显示 经济活动连续两个月大幅扩张 不过也有专家解读 这只是反映了 去年经济衰退后的恢复 有港媒报道 中国外贸大省福建 当地企业表示 接不到海外订单 感叹外贸大门已经关上 学者也指出 疫情导致停工停产风险 衍生就业问题 进而影响民众的消费能力 未来中国如何达到经济稳定 恐怕比追求经济成长更来得重要 请讨人亚太电视 王冠林 张元亭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请讨人亚太电视